士兵 西兵 西兵 博士兵 歌声 氛 博士兵 辉升 被誉为生人禁地的场合窗户 会有什么灵动出现呢? 我感觉好像这边有什么东西 一直在动 对 一直在往他们这边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跑 这次好像都是在地上 嗯 背部好涼喔 背部對不對 我覺得背部好涼喔 不敢亂看 鎮定 鎮定鎮定 有東西在靠近嗎 等一下 番茄在動 自己在動有沒有 番茄自己在動 有沒有 她自己在動 難道真的是靈體靠近了嗎 招魂番竟然再次被牽動了 現在 請注意影鎮的腳邊 好 意外的白影是什麼呢 讓我們放大來看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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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攻擊狀況不斷地懲防 在煎冰感應過程中 是否能顯現更劇烈的靈動呢 讓我們靜帶意識的感應 櫃子倒了 沒有,它沒有膠 它沒有膠 這個過去嗎?過去了,過去了 好,慢慢走 沒有,然後再櫃子 好像兩個人的靈動力 有看到的東西掉下來嗎? 有啊,有啊,櫃子掉下來 它就從此就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決定 再留一個煎冰下來的感覺 這樣太殘忍了 老闆,你這樣子 剛才都沒有看到什麼東西,只有櫃子掉下來 這樣平常 小翔留下來好了 小翔啊 小工作人員都沒有 什麼啦,怎麼還好 更不想看 先看怎樣,先推出去好了 先拿一下帶一下 對啊,先拿一下帶一下 先讓我們看一下 摩影棚那邊等一下 手電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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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繞篷好了 要有鑰匙嗎? 快點 小糕,我會弄你 我東西都還在裡面 拜託你啦 我們先開車走好不好 不行,不行 畫面上是否真的沒有其他異常的部分了呢? 讓我們仔細地重看這段影片 也請各位觀眾以更敏銳的觀察力一同來檢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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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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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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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嚇我們 我們不是故意的 我們不要嚇我們 你拉開一點 只是做十月而已 不要搶人 沒有 今天的狀況我覺得不太明確 所以說因為你們剛才兩位在裡面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靈動力 只有櫃子倒下來 我想應該是不小心動到 或是怎樣 沒有,我們沒有動到 我們沒有動耶 自己掉下來的 不會像 你看我們在搜尋的時候 受到那麼多攻擊 你到那裡面的時候完全都沒有動靜 所以說我覺得狀況不明 還是那招文範不能用人拿著的 對,我覺得應該是自己應該放在那邊 讓他去皺蓋影吧 沒有關係 沒關係 反正我們也達到我們的目的了 確實這邊有東西 嗯 真的有東西 那我們就反正到棚內 我們請老師看一下 帶著看 到底是怎樣的狀況 好 好 才哥真好 對啊 快以為你要殺我咧 我覺得才哥非常不好 對啊 這次的靈異見面是太失職了 對,我第一次看到你這樣子 賄賂攝影師要逃走 可是那真的是 因為不只是我們被攻擊 然後連那個四處人都被攻擊 我覺得事情不太妙 而且我們對於這種 沒有辦法掌控的東西 你知道多恐怖嗎 你根本不知道是人 還是什麼東西在攻擊 對… 在之前前兩段的影片當中 老師事後跟我們說明 他說可能是一個 比如說小狗、小貓、低等動物 智商不高 這樣子再來回這樣挑戰 後來看到這段之後呢 我突然有個想法 像不像是我們有時候 看到電影之後 地突然那樣有裂開 地底下有那種人的手 我心裡有 所以在你們這樣移動當中的時候 突然停到某一個位置 稍微停一下的時候 那個手剛好伸出來抓那個腳 這樣一抓 你們又開始移動了 所以只有碰觸到 而沒有抓到 所以這個事實呢 你站了當地 就看那個手這樣起來 可能是因為你兩掌站的位置 他這樣上來之後這樣 摸 沒有摸到腳 在這一次的畫面當中 因為他們已經算是 固定在同一個位置的 長時間的拍攝 老師你有辦法能夠解讀出 當地的靈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形象呢 其實 剛才因為停下來之後 他在他的腳旁邊在移動 就是走得很慢 已經可以確定他是一個 我們想確定是狗 是狗 對 那其實我們這樣講 如果我們走在路上 如果你看到那個野狗也是一樣 他會咬 他不是 他通常不是針對某人 只要你經過 牠都會攻擊 也就是說 當某一些 我們講某一些動物來說的話 牠是有時候 攻擊性比較強的時候 牠 就是說 凡是經過的 不管是任何動物 牠都會有產生所謂的攻擊現象 老師我問一個問題 那個動物的靈 牠是像那種 渡冰犬那麼大型的兇狠的惡犬 還是那種比較小型的狗 其實在裡面不只一隻 天啊 對 是不只一隻 因為像我們剛剛看到就是說 其實你看過狗就知道 如果說平常時候 牠攻擊性比較強 你人在那邊 比如說有個東西 牠在那邊玩 就像牠剛剛一直在咬那個 好像在拉那個招魂帆有沒有 在咬牠 彎彎彎彎 然後牠就靠到牠的旁邊 就在牠旁邊移動的時候 牠就沒有那種攻擊性 這次的靈異結明 這次的靈異結明不是那麼的成功 而且呢 他們能夠證實當地的的確靈異的穿梭 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情況 未來呢 小鞭還會帶觀眾 繼續導致民間的感應 但是最重要的是 觀眾朋友不要忘了 每個禮拜六 禮拜天 晚上的十一點鐘 請準時鎖定我們 東森綜合台的 鬼話連天 拜拜 據說當年十一歲的男童被綁架私票 被棄置在山圈荒廢的別墅裡 靈異結明之前的搜索 不但發現少見的鬼火 也意外地發現這棟貼滿符咒的房子 經過靈學實驗後 研判因為鬼魂傳說最多的地點 現場強大的靈動力量 能不能再次展現呢 就由小鞭帶領超膽觀眾前往感受吧 請 妹妹來了